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司令菜丝瓜的做法 非常适合秋天吃 先把丝瓜削去外皮 再把头和尾去掉 再用滚刀的方式切成小块 如果不喜欢这个切法 也可以直接切成片或者丁 全部切好之后放在盆子里备用 在碗中打两个鸡蛋 加少许的盐 再加少许的淀粉水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盐和淀粉水可以让鸡蛋起劲不会散 平底锅预热不需要刷油 把鸡蛋液分两次倒进锅内 拿起锅晃动一下 使鸡蛋液均匀的摊在上面 等到鸡蛋皮的边缘翘起来的时候 拿起来翻一个面 翻面之后微微烫一下 10秒钟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把做好的鸡蛋皮切成条 放在碗中备用 锅内水烧开 把切好的丝瓜倒进去焯一下水 再加一勺盐 加盐焯水的目的可以使丝瓜保持它的色彩 不会变黑 然后捞出沥干水分 起锅放油 油温烧起来的时候把丝瓜倒进去 煸炒一下 然后加入一碗开水 注意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加凉水 也不要盖盖子 否则丝瓜很容易变黑 把鸡蛋皮也加进去 再加一勺蚝油 因为焯水的时候加了盐 所以这个时候再加少许的盐就可以了 最后再加入一点枸杞点缀一下 这样不但颜色好看 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